過去高中時期也是台中市的球隊喔 這一球有沒有機會形成第一支安打呢 穿偏啦 這個就是有一點點配合上面喔 其實這個也是內野手 尤其是右半邊的一二雷手跟 尤其是跟投手之間的一個搭配喔 這個默契啊練習其實蠻重要 這個其實布里漢他有按照這個 節奏過去做補位啦 不過這個差別在哪裡呢 這個跟一般一雷手接到要傳給投手來 就不會有不太一樣的這個距離 那因為你有這個距離 二雷手傳過來要接球的時間 你相對的你要注意的這一段時間 是相當的長 那平常都是一雷手 一雷手是有點短拋 短拋 短拋你比較好接 接到就好像去踩了一下 要去看壘包 那如果他正常的速度過去的話 我相信李凱文那顆球他是接得到的 這個球無忌小心 蘇逸又來一次安打 跑著這時候繞過的三壘 這個球經過轉傳就來不及 而且撐這個機會 二壘 Zip Zip 喔 Power Swing 林蘇逸 齁 厲害喔 兩隻二喔 這林蘇逸齁 我也不得不轉他一件事情 所以話說這個四連敗 這個轉我應該會有期待 就是那天趴在呵呵 嗯 跟阿龍 五月三十一號禮拜二 兩個打席 一保收一安打 欸 第三個打席 林蘇逸沒有上來喔 受傷嗎 沒有想要是拉肚子 怎麼 但是這個拉肚子用的辦法 鐵打的漢子也打不出來 但從那天開始 中興兄弟四連板 林蘇逸你今天要給我道歉你的拳 哈囉大家好 我是Peggy 不想要錯過精彩賽事 請鎖定中興兄弟官方YouTube頻道 還有Twitch喔